第32題 謙虛電池的反應為 鉛加氧化鉛 加上硫酸深層硫酸鉛加上水 有關於此電池的敘述下列何則正確 我們曉得謙虛電池的特點就是他可以充電 充電的時候要 正極接正極 負極接負極 所以選項A說 充電的時候謙虛電池的正極要接外電源的負極是錯的 要正極接正極 負極接負極 我們曉得謙虛電池在放電的時候 會消耗硫酸 所以我們要能夠適當的補充我們的硫酸容易 可是充電的時候是深層硫酸 所以他並不需要來補充 所以選項B說 充電的時候必須要補充適量的溶硫酸 這也是錯的 那我們知道鉛電池在放電的時候 正極的二氧化鉛會深層硫酸鉛 負極的鉛也會深層硫酸鉛 所以他的質量通通都會增加 所以他選項諸說 放電的時候鉛序電池的正負極的總值量會減少是錯的 他總值量會增加 那我們剛才講解的時候已經講過了 我們鉛序電池呢 二氧化鉛是正極 那麼鉛是負極 所以我們選項C是對的 所以第32題問 說關於此電池的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放電時 二氧化鉛為正極 鉛為負極 這就已經講解了 我剛才開始想把那些鉛序電池採 製造 1個5度 1個5度 1個5度